嗨 各位 今天开箱的是 CAMEN RIDAL DX CHAN ARRAY 和 CRAW RICE BUCKET SET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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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 Megaman吧 蛤 算了 同样的在那之前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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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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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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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t U on Armed chain array Armed claw Ready FIGHT 好 上次的攻击 回到我们的review 两个Armrise Bucket一样出现在Carmen Rider Geeks第五集 也是游戏里第一组出现的新道具 目前两个Rise Bucket都是一个Carmen Rider使用者 Chain Array是在Carmen Rider Mary上 而Craw的使用者是Carmen Rider Nago 我们从最可怜的Chain Array开始 刚才说到使用者是Carmen Rider Mary Bucket颜色使用了橘和黑色 拉把是把球往旁边拉 武器形状是连着铁链的流星锤 Mary的使用方式是甩动再把球砸向对方 可悲的是目前只出现两极 必杀技也没有使出来 就和Mary一起下线了 就连没什么存在感的 修细分都比她多一点 哎呀哎呀哎呀 我们就到下一位 来下面一位 Craw-Rise Bucket是Nago在拿到Beat之前常用的配件 Bucket颜色使用了黄配黑加上银色 拉把是在爪子上的那个突出来的地方 把它往内拉就能触发武器 武器呢是两个黄色的护腕配上银色的爪子 最后最后我们来做一个价格的比较 其实我的想法和之前的Drill和Pupeller Rise Bucket Set一样 还没看了就可以点上右上角 或者是影片最后的连结 简单来讲就是值得啦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